水到四日 天气渐渐转量量 现在就是非常困海最好的规则 六国区大轮转到農民运用说时摄影 来记录当地人籍的美丽风景 在家头前的白痕就像像海洋一样的变化多端 经常也随着不一样的时间 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尽管能够说是最多的美人 天气这么变化 每年十月份开始到家当的四月份 四六国区大轮转行伤分开最适合的时间 在当地的农民利用说时摄影 来记录当地人籍的美丽风景 在家头前的白痕就像像海洋一样 变化多端 上东总监 我们道伦山这边在冬季的十月份以后 到四月份它是云海季 那这边的云海相当的漂亮 以及非常的出色 在我们全台湾的话是数一数二的 尤其是在到露骨的时候 如果是在下麻麻雨上来更好 因为下面是阴天 那我们这个冬天的话 在这个山上 海白1500公尺的山上是好天气 那看的云海会更壮观 整个整面它云海是整面是 环绕我们这边的大轮山 那我有在这边看过就是说 有一次就是它是整个云铺这样子就下来 你肉眼也可以看到 冬季因为有冬季几凤 冬季都没有在海白 甚至200公尺左右 因此在海白 甚至500公尺的大轮山上看过去 不管是早上来到这里看风景 今天是黑暴来看里头楼山 甚至是晚上进来 但有什么都没有感觉的气氛 感觉到现在 我这边其实是第二次来 我两年前来过的时候 冬季的时候 它雾一层一层的 在这边就像动画片一样 在这边运行着 那种感觉跟今天 艳阳高照 这个能见度这么好 感觉又不一样 那云海的话 像冬季的云海 常常在早上一大早就会发生 所以说早上大概八点多就可以上来 那它如果搭配在傍晚 傍晚时分 在黄昏的时候 那太阳下山 跟随着云海的时候 那个美景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这样子 那如果在晚上的话 喜欢拍照的话 它会用长曝光的这种 单眼相机下去曝光的话 会变成流离 我们录像的一个整个街灯 家灯 反映上来的话 那个灯光非常的漂亮 显现出来非常的美 那黄昏之眉啊 丸霞有吗 这个地方是啊 大轮山的魂海 在国内 能够是相当地面 但是很多民众 加以真来 非常亮眼的好处 民众能够百来的机会 真来准打七头 清新感受 大支人的美类 现在就算我们参谱到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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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就算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